刚拿到上海户口就被拉入中国男男人才库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中国男男人才库是如何给李凯尔打分的 身体素质方面 李凯尔身高2米06 体重104公斤 年龄30岁私职大前锋 上赛季李凯尔场均28分钟 可以砍下9.4分5.3篮板 4.9主攻1.1抢断0.9分盖 表现相当全面 综合评分方面 李凯尔的回合占有率为14.3% 评分29分 真实命中率58.3% 评分51分 助攻率22.5% 评分90分 失误率15.7% 评分10分 可以看到 李凯尔是一个极其善于助攻的球员 但回合占有率和失误率都还需要改善 投篮方面 李凯尔的篮下命中率为64.8% 评分21分 中距离命中率48.5% 评分79分 三分命中率41% 评分94分 罚球命中率73.5% 评分40分 数据显示 李凯尔的中距离和3分都是底级水平 只是罚球命中率和篮下命中率还需要继续提高 防守和篮板方面 李凯尔的进攻篮板率仅为3.5% 评分23分 防守篮板率15.2% 评分60分 抢断率1.9% 评分88分 盖帽率2.8% 评分78分 犯规率3.5% 评分69分 在篮板方面 李凯尔的篮板率并不算高 当然在拥有周期的情况下 也不太需要李凯尔抢篮板 但是在抢断和盖帽方面 李凯尔都拿到了88分和78分的高分 在控制犯规方面 李凯尔也做得不错 不过 这些数据都是根据NBA赛季评测而来 所以含金量和比赛难度也会更高 从数据分析来看 中国男男人财库给李凯尔的评价还是非常精准的 根据预测 李凯尔将会在8月20号的国际团切碑上演首秀 届时我们就能看到亚洲第一小前锋的风采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 约基奇已经确定不会代表塞尔维亚出战 所以各位认为 中国男男对阵塞尔维亚能否有一定胜算